我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女性 她们非常在意自己的身材 人之常情 其实就算是男性 也会在意自己的样貌跟体态 可是在这样的状况底下 我经常会碰到有些人 走极端走偏锋 也就是说 她无法忍受自己身上 有任何一丝疑似的罪肉 可是你要知道 当你进入了疯狂减肥的状态 其实姑且不论对身体的伤害 它只光在美观跟视觉 还有你为什么要控制体重 你为什么要雕塑体态呢 你无非是想要增加一些吸引力 你知道吗 当你瘦了过头 这个吸引力不仅完全不会出现 而且它反而会有很大的反效果 你只要想象一下 有谁会对于一具皮包骨 这样的一个身材 感觉到任何的期待跟兴奋呢 可是我相信这样的话 对于那些正在认真减肥的朋友 特别是女性 根本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甚至于会对我这样的表达 有一点嗤之以鼻啊 所以我就必须从我的知识源头里面 找到一些材料 能够试着说服一下这样的朋友 如果正在听这一段内容的你 你也正在疯狂的减肥的话 在你执行任何极端的手段之前 不妨先把这一段听完 我的知识来源是心理学 所以呢 我就跟你分享一位心理学家 叫布斯 他投入他毕生的心血 他想要去研究男人对女人 在择偶上面的偏好 他写了一本书 叫《渴望的演化》 这里面哦 点出男人快速被肉体的吸引力 打分数的时候 有一个关键的面向 会比其他的层面都突出非常的多 那就是女性的臀腰比例 在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的研究里面 不管这个文化崇尚的是瘦子 还是棉花糖女孩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就是当腰围是臀宽的70%的时候 都会被视为最有吸引力的身材比 所以这位心理学家布斯进一步表示 臀腰的比例在0.67到0.8之间 代表健康具有良好的生育能力 超过这个比例 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都不好 这样子身材比例的女性会比较健康 这一点在所有男性的潜意识里都知道 甚至于后续还有心理学家 针对1993年花花公子的跨页海报 做了一系列的研究 不管这些兔女郎 她们的身材状态是如何 其实从1993年开始 就有越来越瘦的倾向 但是她们的臀腰比例 平均还是维持在0.7 所以跟你分享到这里 不管你希望自己是骨感的还是肉感的 其实比例才是重要的关键 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人生当中的 很多层面是一样的 当我们把单一的价值极端的倾向 当成是追求的目标的时候 这时候不仅不健康而且不好看 就像一个人追求财富追求过头了 一个人追求心灵追求过头了 一个人追求成功追求过头了 当然一个人追求瘦追求过头了 他不仅不健康而且也不好看 所以关键是什么 是比例 人生要活得健康 要活得美 比例很重要 而所有适当的比例 它其实都是一种平衡的美感 希望你在追求人生的任何渴望的时候 都能够保持平衡 活出自己生命的美感 期盼今天的分享 能够带给你一些启发与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有个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如果你对于七点文化的商品 或课程有兴趣的话 我们每一段影片的说明 都有相关的连结 我很期待能够在 七点文化的教室里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感谢你对于七点文化的支持 我是凯宇 今天我在这里 要跟你分享一个讯息 这个讯息就是 七点文化成立了一个 LINE的官方账号 我在这边邀请你加入 成为我们的议员 你只要扫描荧幕上面的QR Code 就可以顺利的加入我们 那为什么想要成立LINE的官方账号呢 其实呢 我一直深信 学习是要深入你的生活里面 我们除了很认真的 去推出这些有料的内容 对你有帮助的内容之外 也一直在想 在机制的部分 怎么样让你更方便的 更快速的 可以接收到这些学习的资讯 所以呢 你在我们的官方账号里面 你不会收到疲劳轰炸式的广告 你只会固定的收到我们所推出对你有帮助的学习讯息 包含一天听音点 有声书评等等的 那事实上也很多朋友跟我分享哦 就是好像最近在LINE Today这样的频道 或者是Yahoo TV里面好像有看到我们的内容 的确你没有看错 很开心哦 我们一路这样子努力经营到现在 受到网路上面一些主流频道的青睐 也开始跟我们去做一些内容的结合 但是这些内容的结合 绝对比不上你固定的收听 你固定的收看 还有你一路以来的支持 所以呢 我在这边再次诚挚的邀请你 加入成为我们LINE官方账号的一员 我们很期待用一个更快速有效 更方便你学习吸收的方式 深入你的生活里面 希望你加入 谢谢你的支持